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诗篇39篇 39篇写的是大卫的诗教育领长 就是师班长 耶杜顿 耶杜顿应当就是乙炭 乙炭、亚萨跟西曼是大卫 他身边三个师班长 39篇它的大概的结构 是两个平行的循环 第一个是第一到三节 讲到在恶人面前静默无声 第四到六节讲到的是 没有神人生是虚幻的 第七节到第八节 讲到是求神拯救 第九节是在神面前默然不语 第十到第十一节 是没有神拥有是虚幻的 十二十三节是求神医治 大概是这样分段 那我们进到经文里面 我们会更清楚 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的舌头犯罪 其实这里插开来讲 大卫他这一番话 其实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应当有一个很大的提醒 大卫意识到他的舌头是会犯罪的 所以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他小心的说话 不要让他的口舌成为得罪神的工具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在因着网路社交平台的发达 我们好多的人在网路上任意的谩骂攻击 各样的媒体 任意的谩骂攻击 其实这一两句话应当成为我们现在 特别我们基督徒很大的提醒 要留意我们的键盘 留意我们的手指头 免得我们犯罪得罪神 那诗人面对的处境是什么呢 如果诗人是大卫 他说我要谨慎 我要很小心我的口舌 他到一个地步 他是很极端的 特别他面对的是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有这些恶人他作恶 或者他攻击我的时候 这个更难忍了 对不对 平常我们大卫在讲的时候 不是说讲八卦 讲八卦人也就算了 这个是恶人在指控我们 在攻击我们的时候 他仍然留意 我不要乱讲话 以至于我得罪神 因为他攻击我 我可能会报复他 我可能会用更难听的话 攻击回去 那这件事情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所以他很极端的 他说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 这个绝环是动物的嘴套 套住嘴 所以他是用形容这个 好像把动物的嘴套起来一样 他很留意的 用个极端的方式 别住我 不要讲 不要讲了 这个很难 对不对 当有人重伤我们 攻击我们 有敌人的时候 特别人家讲我们不好 或者诬告我们的时候 要我们背黑锅的时候 那更是男人 我漠然无声 连好话也不出口 连好话也不出口的意思是说 他不为自己争辩什么 不为自己讲什么话 为什么呢 免得恶人 虚解了我的表达 我的善意 甚至我的表达里面呢 让恶人 有机可蹭 他说 我不讲 我不攻击回去 甚至我也不为自己辩护 他的处境在 在这个里面 那他努力的 控制他的嘴巴 不讲出 得罪神的话 可是呢 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这个愁苦 是痛苦的意思 我的痛苦就发动了 就激动起来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 这个意思是怒火中烧的意思 我默想的时候 心就烧起 他忍住不讲 敌人各样的重伤攻击 我们大家都曾经经历过 这种经历 对不对 哎呀 我们一直被攻击 被诬告 然后 白的被讲成黑的 你的善意 被人家曲解成恶意 然后你努力的 不要得罪神 不要攻击回去 不要毁谤重伤人家 都不要 甚至也不敢辩解 因为你这时候的辩解 会变成 人家会恶意解读 你是在开脱 或是怎么样 但是你越想心 你越愁苦 越愤恨 越不满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有时候就受不了了 我就去 骂回去 或者是怎么样 诗人说 我便用舌头说话 我要说话 跟谁说 跟上帝说 诗人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榜样 事实上 当我们面对仇苦的时候 我们就到处跟人家说 好好好 你跟某某讲我坏话 好 我就去跟更多人讲你的坏话 我看你怎么办 你攻击我 好 我就找你的把柄 更多的攻击你 我们常常是这样 但是诗人他很敬畏神 他说我不要 让我的口来犯罪 然后呢 在忍不住的时候 我要对你说话 他说什么呢 我们以为他要说的是 像神说 敌人多么过分 诗人这样做也无可厚非 在很多诗篇也这样做 诉苦 申冤 主啊 你怜悯我 你为我申冤 等等 但是在这里 诗人他是像神求智慧 求你 耶和华 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 求你叫我知道我生命的结局 诗人在自己向神求的是 人生的智慧 我的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也就是说 在这个苦情当中 委屈里面 诗人求的是 上帝你让我知道 我的人生短暂 为什么呢 知道自己的人生有限 越清楚越体会明白 我们的生命的短暂 他越会驱使我们做一个善的决定 越会驱使我们更极大化的去依靠神 更驱使我们学习谦卑下来 所以他说 你让我知道 我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 这是古代他们量测距离最短的单位 这是四根手指头 使我知道 我的年日载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 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相对于永恒 我就是一个火花 等于没有 比起永恒 我们一生的年日 八十岁 一百岁 一百二十岁好了 也就是那么那么样的暂时 短暂 恶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 人的一生是这么短暂 如果没有跟神有关系 人的一生是毫无意义的 真是虚幻 所以这有个希腊 他这个暂停 我们说希腊 常常比如说是一个建奏 或者是一个修制服 停在这里 其实是要邀请读者 你回想 我们的一生 帮助读者 从现实的处境中抽离出来 意识到说 我们的一生 其实非常的短暂 那这个短暂的理解 应当驱使我们 更多的依靠神 所以诗人继续说 诗人行动时系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然 积蓄财宝 不知将来由谁收取 想到人的一生 所以诗人他就意识到 诗人在这世上 积极盈盈 每天工作 在抓取更多的财富 累积更多的财富 但是他说诗人 你有没有想到 我们的一生那么短 你累积这么多的财富 堆积如伤的财宝 其实是变得是很讽刺 不知将来由谁收取 你累积这一切 到底是要给谁 你都不知道 那我们刚刚说 在整个大段落里边 诗人一开始说 我在恶人面前要静默无语 那么接下来他提到 第四到第六节是 没有神 人生是虚幻的 透过数算 透过向神祷告 知道自己的生命不长 知道自己的生命的年数的短暂 去提醒自己 明白 人生没有神是虚幻的 你努力的去抓取 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第七节第八节 就是一个祷告了 主啊 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所以就到出来了 我的人生是这么短暂 如果我的人生 跟你没有建立任何的关系 我的这一生就没有意义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 不要使我受余完人的羞辱 从第七节和第八节 我们就明白了 哦 原来诗人在整个三十九篇 他所面对的处境 我们就有更完整的全貌了 原来呢 是诗人他犯罪了 他得罪神了 所以以至于今天 他遭遇予完人的羞辱 就是前面的恶人 那第六节讲的 诗人行动时需幻影 原来所指的 不单单是他身边的这些人 或者是恶人 他在讲的 也是他自己 所以这整篇的背景 其实应当是什么呢 应当就是 这个诗人 他在他生命的过程当中 他跟大部分的人一样 一生努力的追求 民跟利 不断的累积 他的拥有 积蓄财宝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得罪神 他也得罪人 他也树立了很多的敌人 那现在呢 他知道 到他生命过程当中 面对敌人 面对这些挫折失败的时候 他意识过来 他明白过来 生命是这样短暂的 我的生命如果跟上帝 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虚幻的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以至于我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这等于是诗人的一个 面对自己生命 在遭受困难 遭受恶人攻击的这个难处底下 他自己的一个反思 他自己的一个反省 第九节说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这里的遭遇指的就是前面 这个恶人的这些攻击 甚至是语完人的羞辱 所以第九节一样 前面是在恶人面前静默无声 第九节是在神面前默然不语 一样的态度 跟诗篇三十八篇 他知道他现在所面对的困难 是因为他犯罪得罪神 求你把你的责罚 从我身上面去 因你手的责答 我便消灭 诗人意识到 他现在人生走到这么苦 就是得罪神 是上帝的责罚跟责答 你因人的罪恶 惩罚他的时候 叫他的笑容消灭 小字 笑容消灭 或做所喜爱的 意思是说 惩罚人的时候 叫他所宝贵的 被消灭 所宝贵 所喜爱的被拿走了 如一被虫所咬 世人 真是虚幻 衣服被虫所咬了 没有了 不见了 破烂了 你所最宝贵的 前面指导的 积蓄的财物 都没有 都消失了 也就是说 没有神 你得罪神 你拥有的这一切 在永恒当中 都不算的 不算数的 没有神 你所拥有的是 虚幻的 十二节 一直到十三节 他就求神 来医治他了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 我流泪 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就说 不要 对我的眼泪 保持沉默了 求你 不要静默无声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你面前 是客履 是寄居的 像我列祖一般 客履寄居的 这里描述 他的生命 在这个世上 是短暂微小的 所以他要谦卑的 来祈求神的怜悯 不过我们这里也留意 因为这个诗的标题写 大卫的诗 交于领长 耶都顿 所以很可能诗篇 39篇真的是大卫写的 如果是大卫写的 这一句话就更有 更有分量 怎么说呢 他居然说 我在你面前是客履 是寄居的 大卫他是土生土长的 以色列人 而且他是王 如果要说 这个公民的身份权利的话 他是最有资格说 我拥有土地 我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但是他却说 我是寄居的 我是客履的 他意识到天上 才是他真正的家乡 那这里也表达 是大卫知道 他现在是王 但是呢 这个如果没有上帝 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真正的家在天上 求你宽容我 宽容原文是 转离你愤怒的眼光 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 表达死去委婉的讲法 可以力量复原 力量复原意思是得意志 疾病得意志 所以这一篇跟38篇有点类似 就说整个全貌 透过诗人的祷告 我们就比较清楚了 原来诗人这一生 他原本就是跟大家一样 努力地抓取 得罪神 他也树立很多敌人 结果他现在呢 敌人来羞辱他 他一定是处在一个落败的环境 才会被敌人羞辱 而且呢 他生病了 所以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因为他得罪神 所以他有一个反思 有一个反省 那个反思和反省就是说 他意识到 我的生命是短暂的 他意识到 我在你面前是积聚的 是可虑的 没有神 人生是虚幻的 不管你拥有再多 没有神的同在祝福 你的拥有也是虚幻的 等于是私人的一个悔改 一个悔转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体会理解 对不对 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会知道 也有这样的经历 也会听过很多的见证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也努力的抓取 努力的积聚财物 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罪神 得罪人 我们用一些不法的手段 或者一些妥协 模棱两可 灰色的方法去抓取 一直到有一天 我们才意识到 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神 我们的人生这么短暂 忙乱真是枉然 积蓄财物 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我们所得的越多 他那个讽刺就越大 因为你得这么多 你根本带不走 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神 是虚幻的 一样的 在十一节也提到虚幻 就是说 如果没有神 我们所拥有的 也是虚幻的 一样有一个希腊 一样要读者 反思 回想 我们的一生 到底 所为何来 就像是 彼得前书 二章十一节 那里说 亲爱的弟兄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 境界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 是与灵魂征战的 各位弟兄姐妹 透过诗篇三十九篇 我们得意识到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诗人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就说 我们得停下来 好好的想一想 求你叫我晓得 我身之中 我的瘦数几何 叫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长 我们得意识到 我们的生命短暂 我们得意识到 我们是寄居的 以至于我们 应当更谦卑的 来依靠神 以至我们应当 更多的付代价 为永恒来预备 我们会为着 我们将来的生活 我们退休的生活 我们花很多力气 去规划去预备 那是好的 我们应当有计划 可是我们付了多少代价 来为永恒做准备呢 诗篇三十九篇 给了我们一个提醒 叫我们常常去思想 我们生命的短暂 常常思想到 我们不过是寄居的 这样的提醒 会在某种程度上 重新定位了 我们的方向 当我们常常去 思想到 我们有一天 要到上帝那里去 所以我们就更多 能够去聚焦 更多能够是对准 能够好好的 为上帝而活 境界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 是与灵魂争战的 当我们只顾着 为自己抓取的时候 世人行动 实习幻影 忙乱真是枉然 如果我们的生命 没有跟上帝有关系 我们各样的忙乱 都是枉然的 继续的财宝 不知将来由谁收取 求神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将十篇三十九篇 赐给我们 我们看到 世人 他自己生命的体悟 他经历这一切 他提醒我们 我们要知道 我们生命的短暂和有限 以至于我们应当 更多谦卑的到你的面前 我们应当更多的 来依靠永恒的主 我们应当更多付代价 为永恒来做预备 求主你教导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是我们意识到 我们在地上 不过是客屿 是寄居的 我们认真的过每一天 但是我们也意识到 我们要为永恒来负责任 求主你提醒我们 这样双重的身份 以至于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走得更踏实 走得更有方向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